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主耶稣的看顾及带领 我们又来到了安息圣日的时间 在神所示福的日子里面 我们借由祂的看顾 借由祂的引导 我们又再一次地来到圣所 一同来敬拜祂 一同来学习祂的话语 今天晚上小弟要借由 同一幕上面的题目 不可奉上一样的香 我们一起来做学习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出埃及记》的三十章 《出埃及记》三十章一到九节 《出埃及记》三十章一到九节 三十章一节 你要用赵家木做一座烧香的坛 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轴 宽一轴 高二轴 坛的视角要与坛接连一块 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视围 并坛的视角包裹 又要在坛的视围 向上金牙边 要做两个环 安在牙齿边以下 在坛的两旁两根 两根横撑上 作为穿杠的用处 以便抬坛 五节 要用赵家木做杠 用金包裹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蔓子外 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七节 亚伦在坛上 要烧新香料做的香 每早晨 他收拾灯的时候 要烧这香 黄昏点灯的时候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 作为世世代代 常烧的香 九节 在这坛上不可奉上一样的香 也不可献樊祭 树祭 也不可交上殿祭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了当时制作香坛的整个过程 那在这一段经节里面 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那第一件告诉我们香坛应该要如何制作 那第二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 香坛要摆在曼子的外面 而且要跟十恩的宝座相对面 那也在告诉我们说 十恩的宝座 也就是神要跟我们相会的地方 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当神临到了十恩的宝座的时候 在十恩座的时候 他首先看到的在外面的就是烧香的坛 那在八节之后 也告诉我们说 烧香是每天必须要做的工作 而且这是世世代代要所遵行的一个律例 再来九节也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香坛上面不可以献上树祭 不能献上凡祭 也不可以交上殿祭 因为这个香坛只能拿来烧香 是要献给神的 那我们知道 凡祭 树祭 还有殿祭 是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民他们为了要 感念神的恩典或者要赎罪 必须要把祭生带到圣殿里面 交给祭师来处理 然后要在坛上烧起来献给神的 但是在这里讲到的香坛 他不是拿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他必须要是只拿来做烧香料的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香料 是可以产生新香的气息 这样子一个新香的气息 要传到神那里去 那来到了新约时代 我们现在不需要烧香 教会也没有相谈 那这里讲到的说 我们世世代代要烧这香 而且要献给耶和华 可是我们没有香坛 我们要烧什么呢 那我们先来看到在 五章八节 他既拿了书卷 赤火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伏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我们再来看到八章三节 启示录八章三节 八章三节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 要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试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试节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头伸到神面前 所以从启示录里面 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原来要献在神面前的香 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新约里面 是神的祭司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属神的祭司 祭司的工作 就是要献祭给神 那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把 世世代代 要烧在神面前的这个香 继续地烧在神面前 那启示录也就告诉我们说 透过祷告 我们的祷告 就是要献到神面前 新香的气息 所以今天 我们不可以 奉上一样的香 也在告诉我们说 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 在向神祈求的 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是不是 献上了一样的香 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是用了一些 错误的观念 或者是一些 错误的想法 过在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祈求主耶稣 要来随听我们的祷告 那很多时候 我们也都知道 身为 神耶稣教会的信徒的我们 我们是非常幸福的一群人 因为主耶稣的灵在这里 因为圣灵在这里 我们每一次的祈祷 我们每一次的祷告 圣灵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会随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在祷告当中 我们是不是一样 用错了方法 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不是把这样子一个 原本应该是感谢 原本是祈求的一个香 但是我们用错了 我们的香成为 不能放在神面前的一个香 我们的祷告成为 神不悦纳的一个祷告 所以今天小弟要从圣经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 什么样的一个祷告 会成为一样的香 是不会被神所悦纳的 那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到 马太福音的六章 马太福音六章五节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向那脚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 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识 所以第一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祷告 是不是假冒为善的祷告 我们是不是故意 祷告给别人看 那很多时候 我们是故意要让别人 看到我们的苦情 让其他的人觉得说 哇 你看那个人 祷告得好认真 或许我们花了长时间 会在主义书面前祷告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 是故意要做给别人看的 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 非常的认真 那主义书就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的祷告 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识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 众人的称赞 他得到了别人的肯定 那这样子 他已经得到了赞美 当然就不需要再得到 神的恩典 而且这样子的祷告 也不是神所愿纳的 那我们来看到 在马太福音六章一节 讲到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以将善事 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 天赋的赏识了 那在这里所指的善事 指的是不管是在 周济穷人在施舍 或者是在祷告 这些善行上面 我们都要非常注意 我们到底是 做给别人看的 还是真的是 出于我们内心的 来关心别人 出于内心的 我们是要向天上的 真神来祈求 如果我们今天 是故意要做给别人看的 那主耶稣就说 他们不能得到 神的赏识 所以在一样 在六章六节 就告诉我们说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我们要进入到 我们的内屋里面 我们要进到 我们的心里面去 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最诚实的 心思意念 来向天父祷告 那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在祷告 也都会有 这样子的体验 我们或许不知道 该怎么向 绝书恳求 我们在世界上面 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苦楚 有很多的难过 但是当我们 跪下去了之后 圣灵自然而然的 会陪着我们祷告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圣灵会用 说不出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 那其实在 祷告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只要用 我们最真诚的心 跪在主耶稣的面前 自然而然 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这样子的一个祈求 绝书就会垂听 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七节 我们来看到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既然是 绝书基督的儿女 在生活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的苦难 但是借由祷告 借由归在主耶稣面前 我们可以得到 他的恩典 得到他的祝福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第一点 在祷告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自己去省慈说 我们的祷告 真的是在向天父祈求吗 还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态度 却是错误的 我们故意要祷告给别人看 让我们难过的事情 让别人看到觉得说 我们好像在经历痛苦当中 那这样子 如果我们是想要做给别人看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的祷告 天上的神不会垂听 也不会悦纳 这样子的一个香 陷到神的面前 神也不会垂听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 第一件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祷告 是假冒为善的祷告吗 我们的祷告是出自于 我们内心真心诚意的祷告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痛苦 真的把我们的忧伤 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 那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愿意 把我们的心事意念 真真实实的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主耶稣基督必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屋里面 进入到我们最深沉的心里面 把门关起来 在一个不被别人打扰的环境当中 因为祷告这件事情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求的我们内心的痛苦 主耶稣基督他都知道 我们也都非常清楚的明白 当我们跪下来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在向天上的主耶稣祈求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去省思 我们要再一次的去思考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关起我们的内屋 我们的祷告真的是真心实意的吗 那如果这是真心实意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他必然会确听 那第二点我们来看到在路加福音的九章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 五十一节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发使者在他面前走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要为他预备 五十三节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 看见了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五十五节 耶稣转身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故事 当主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城的时候 没想到在五十三节讲到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 那撒玛利亚城跟耶路撒冷城 撒玛利亚我们知道 他以前在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 他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 那撒玛利亚城跟 以色列国跟犹大国 其实在本质上面 他们一样都是以色列人民 只是当以色列国后来被灭了之后 统治他的国家引进了非常多的人 其他国家的人住到了那个地方去 所以他们的宗教信仰就被污染了 他们的信仰不再纯净 以至于后来南边的犹大国 看到撒玛利亚的人 就说你们已经不纯洁了 你们的信仰被污染到了 你们不是真以色列人 所以就导致撒玛利亚人 跟后来这边我们看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不接待主耶稣 因为在信仰上面 他们已经产生了不同 因为撒玛利亚这个国家 以色列国的信仰已经不纯洁了 可是其实在本质上面 他们也都曾经是神的选民 后来当主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 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不接待主耶稣 我们在五十四节就看到了 雅各跟约翰就非常的愤怒说 居然不接待主耶稣 就说主啊 要不要我们命令 从天上降火下来烧灭他们 就像以利亚那时候祈祷 求神从天上降火下来一样 但是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 你们的信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那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祈求 他们向天父的祈求 是没有爱心的祈求 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祷告当中 我们会不会因为个人的一些因素 然后做了这样子错误的祷告 就说主啊 他得罪了我 求你显现你的公义 求你显现你的公平 去惩罚他 那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其实并不是主耶稣所怨纳的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在求什么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是爱 他爱我们 所以我们懂得去爱别人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彼此相爱 因为彼此相爱 其他的人 外邦人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因为主耶稣是爱 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要显现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 所以我们要去爱众人 我们要去爱我们的灵社 可是在这里 主耶稣的两个门徒 既然祈求主耶稣说 降火下来 烧灭这个地方 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不知道 所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是不是缺乏了爱心 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注意到 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曾经 这样子向主耶稣祈求 感觉好像说 主啊 你要实现你的公平 你要为我深渊 你要看到我的苦情 然后显出你的作为来 但是这样子的祷告 其实是不被冤纳的 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当中 祂的爱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要我们去彼此相爱 不是要我们彼此相恨 我们先来看到雅各书的一章二十节 雅各书一章二十节 在新约的三百二十九页 雅各书一章二十节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主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来 祂是要来拯救罪人 同样的 祂告诉我们 要成为世上的光 我们要有好行为 造在世人的面前 让更多的人 来认识绝数基督 所以人的怒气 不能成就神的义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寒怒到日落 因为这样子 当我们带着怒气的时候 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也不能带着怒气 不能带着诅咒 不能带着愤恨说 主啊 你要为我神冤 这样子的一个怒气 这样子的一个祈祷 是不被怨纳的祈祷 我们来看到在 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 我们看到三十一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 弟兄们可见你们蒙糟的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也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那世上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命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如经上所记夸扣的 当子的主夸扣 在这里告诉了我们说 我们被主耶稣拣选 成为他的儿女 是因为我们聪明吗 是因为我们有尊贵的身份吗 还是因为我们有了不起的才能 并没有 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拣选我们 是因为他的恩典 是他的慈爱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尊贵的也不多 主耶稣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拣选了世上悲贱的 那这样子来看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也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没有非常多的财富 我们也不是最聪明 最有能力的那一个 但是主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 我们原本不配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 在神的眼前 我们是不配的一群人 但是神的恩典就这样子领到我们身上 既然神这样爱我们 既然主耶稣这样爱我们 那我们应该要因为主耶稣的爱 去爱我们周遭的人 因为我们原本是不配的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亏欠的 我们原本就不带着能力 本来就是羞愧的一群人 但是主耶稣这样子的爱我们 赦免了我们的罪 那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了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为了我们极其的痛苦 想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感念到了主耶稣的恩典 有什么样的一个恨 有什么样的一个仇 是没有办法放下的呢 那曾经有一个弟兄这样子见证说 他曾经为了一件事情 困扰他了很久 每当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总是会不住的哭泣 因为他跟主耶稣讲说 主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伤害我很深 我没有办法放下 我走不出来 可是传道者就跟他讲说 你要想主耶稣是如何为我们牺牲的 他是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 承受这样子的痛苦 为了我们而死 让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救恩 后来那弟兄就跟传道人说 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愿意再去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苦痛 因为对我来讲太过于困难 后来传道工人就跟他讲说 祷告吧 一切都放在祷告上面 求主耶稣能够亲自带领你 亲自来安慰你 后来这一个弟兄 他说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祷告 就为了这一个伤痛 跪在主耶稣面前 当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 他哭着祷告跟主耶稣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原谅得罪我的人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真的太大了 所以第一次的祷告 他哭着祷告 结束了这一次的祷告 第二次他依然在哭泣中不断地祷告 后来第三次第四次 经过了一个月过后 依然在为了这件事情祷告 直到有一次 他在祷告当中的时候突然发现 好像不会难过了 好像不再哭泣了 他自己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当他想到的时候突然发现说 亲自抚平了他的伤口 让他对别人的恨 因着在祷告当中 因为主耶稣一次又一次 亲自擦去他的眼泪 所以后来这个弟兄就分享到说 原来在苦难当中 原来在伤痛当中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祷告就对了 因为他知道主耶稣 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 亲自地安慰他 圣灵亲自加添他力量 让他这样子祷告过后 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终于可以把这件事情放下来 所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是不是如同这两个门徒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是带着怒气 我们带着恨在祷告 但是这样子的祷告 不会被神所冤纳 因为我们要去爱别人 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的五章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 四十三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识呢 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 你们若当请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天父的完全 他爱所有的人 他的爱不止在我们身上 即使不认识他的人 主耶稣基督一样爱他 因为凡有气息的人 都是主耶稣的儿女 都是他所造的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为了得罪我们的人 要为了我们的仇敌来祷告 因为这是天父教导于 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这是主耶稣乐意 我们去做的事情 当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到的时候 我们就把爱实行了出来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 他都已经得罪我了 我还要来为他祷告 但是在这里 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这样子做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圣灵会加添我们力量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必然会纪念 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 不能带着愤怒 不能带着对别人的恨 我们的祷告里面要带着爱 不断地为别人祈求 为我们爱的人祈求 为我们自己祈求 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祈求 也要为了我们所不爱的人祈求 为我们的灵舍 为我们的仇敌来祈求 这是主耶稣基督 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那第三个 不可奉上一样的香 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的十八章 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 十八章九节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十节说 有两个人上店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 自言自语地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 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 比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至高的 必降为卑 至卑的 必身为高 第三点 我们今天的祈求 是不是至以为义呢 我们今天是觉得 主耶稣 我是最好的 我是最棒的 没有我不行 就如同法利赛人的祷告一样 那如果我们再回来看到 主耶稣讲到的这一个比喻 这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 这里讲到说 主啊 我感谢你 这样看起来似乎没错 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是如此啊 我们要来感谢天上的真神 可是呢 在后面我们就看到 他用了很多的我 我不向别人勒索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他不断地在讲到我 虽然的祷告里面 是在称赞之计 是在称颂神 他跟神说 神啊 你要来看 我的好行为都在这里 我不像那个税吏一样 我有奉上十分之一 我会禁食 还有呢 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可是这些行为 难道不就是 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吗 所以今天 这个比喻里面 法利赛人的祷告 他的致意 可是他这些自夸的事情 原本就是我们应该 要向主耶稣做的 十分之一 本来就该是我们要献上的 如果我们今天缺乏了力量 当我们今天信心不够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 透过禁食祷告 来求主耶稣 加添我们力量 再来 不向别人勒索 不做不义的事情 不犯奸淫 难道这不是 我们该要去做的事情吗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 法利赛人不断地讲道说 我 不断地说我 可是他所提到的任何事情 本来就应该要去做 可是他把这些 本来就该去做的事情 成为夸耀自己的一件事情 所以主耶稣就讲道说 在十四节 凡至高的比降为卑 至卑的比身为高 我们今天跪在主耶稣 面前祈求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够谦卑 因为我们都要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的气息 我们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我们有能力赚钱 有能力工作 主耶稣基督赏识的 我们每一天有平安的生活 有健康的身体 主耶稣基督看顾的 那生活当中 有哪一件事情 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 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能力 可以去做的 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在当中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我们连我们自己的生命 都没有办法掌握 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 到底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自以为是的祷告 我们是不经意之中 跪在主耶稣面前 在歌颂自己说 主啊 你有看到我 为你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安息日都有来聚会 我有努力的做工 你都有看到吗 你要记得要纪念我 你要记得要赐福气给我 可是难道这些事情 不是我们该做的吗 我们来看到以夫所书 以夫所书二章八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知己 乃是神所示的久节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得救是神所示的恩典 不是靠我们自己 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在主耶稣面前 我们没有办法自夸 在主耶稣面前 我们只能谦卑下来 因为所有的一切 都是主耶稣所给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主耶稣的看顾 所以在主耶稣面前 向他的祈求 我们要谦卑下来 那我们来看到在 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路加福音十五章 我们先来看到在二十二节 路加福音十五章 二十二节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肚牵来载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小儿子的比喻 我们非常的清楚 小儿子离开家之后 后来一无所有回到家里 父亲再一次的接纳他 而且非常的开心 重点是 为什么父亲愿意接纳他呢 我们来看到在十七节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 他醒悟过来 所以重点是 小儿子看到了他自己的错误 十七节讲到了他醒悟过来 十八节讲到了他就起来 所以当我们今天 看到了自己的软弱 当我们今天看到了 自己的部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愿意醒悟过来 而且要有动作 来到主耶稣面前向他祈求 那这样子罪人的祷告 他不敢靠近 连抬头都不敢 他只敢远远地望着天说 主啊 求你赦免我 这样子的一个罪人 就如同小儿子一样 为什么父亲愿意 再一次地接纳他 因为他愿意谦卑下来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可能会不经意地 得罪了主耶稣 不经意地干犯了 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干犯了他的诫命 那同样的小儿子的回头 也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启示 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 自己的错误 就如同那一个税吏一样 他知道他自己是充满罪恶的 再来呢 他醒悟过来 他有动作 他愿意勇敢地 站在主耶稣面前 向天父祈求 说神啊 求你原谅我 那这样子 罪人的祷告 主耶稣就说 比法利塞人来得更有益 这样子的祷告 才是神说冤纳的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主耶稣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不经意的时候 会夸耀自己 是不是在不经意的时候 夺取了主耶稣的荣耀 就觉得任何事情 都是因为我 就如同比喻中的 法利塞人一样 他一共说了 四次的我 感觉上他讲的都对 可是呢 他是在荣耀自己 而且他把 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作为夸耀自己的一个借口 那这样子看起来 是非常可笑 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 本来就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怎么可以拿来夸口呢 所以第三点 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献上的香 是不是一样 是自以为是的祈求 如果自以为是的祈求 得不到天父的悦纳 得不到主耶稣的喜悦 那第四个 不可以奉上一样的香 我们来看到雅各书的四章 雅各书四章一到三节 雅各书四章一到三节 四章一节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 战斗之失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 有斗殴 争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当中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第四种 我们是是在忘求呢 那忘求它原本的意思 是指着错误的祈求 它有三种错误 第一种是错误的动机 我们是是为了要满足 自己的私欲 向主耶稣祈求 就说主啊 求你让我赚到更多的钱 我想要开更好的车子 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那第二种 我们是在求错误的东西 就如同在四章三节讲到的 我们只想浪费在厌乐当中 只想浪费在属世的财物当中 想要过上快乐的生活 但是在最终的快乐 是这个世界当中的快乐 那第三种是错误的方式 第二节讲到的 我们的祈求是在嫉妒斗争 那这样子的一个望求 不会被神所冤纳 不会被神所决听 那如果我们求 看求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说 求是必须下以下往上 就如同我们跪下来的时候 头要仰望天 要用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 向神祈求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一个谦卑 没有一个敬虔的态度 我们的观念不对的时候 这样子的祈求 当然不会被神所冤纳 那我们来看到 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五章十四节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的祈求 要蒙神随听 必须要按着他的旨意来求 我们可以向主耶稣基督祈求 他会随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 必须要按着主耶稣基督的旨意来求 必须要按着真理来求 所以为什么会忘求 为什么神会不随听 因为我们没有在真理当中 向主耶稣基督来祈求 我们来看到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他就稍往前走 伏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义事 只要照你的义事 当主耶稣基督 在科西玛尼园向天父祷告的时候 他一样说到了 不要照着我的义事 要照着你的义事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向天父祈求 很重要的前提是 要照着他的旨意 天父的旨意 是要我们去荣耀他的名 天父的旨意 是要让我们显出他的光辉 要让我们借由我们的生命 来显出他的慈爱 所以我们今天的祈求 我们要去思考 这样子的一个祈求 是不是可以荣耀 主耶稣基督的名 如果今天这样子的祈求 是没有办法去荣耀神的时候 无论我们再怎么样地求 主耶稣基督不会垂听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向主耶稣基督祈求说 主啊 求你让我赚很多的钱 求你让我种到非常多的财富 这样子可以去荣耀 主耶稣基督的名吗 他的用意在何处呢 那这样子的祈求 当然不会蒙神垂听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 常常为了弟兄姐妹来祈求 求主耶稣能够看顾他们的身体 求主耶稣让他们在病痛当中 得到医治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祈求 主耶稣的恩典展现在他们身上 让其他人看到 原来你们当中真的有神 你们的生命当中 真的有主耶稣基督在看顾 就如同主耶稣基督讲到的 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 我们的光有没有照在人前 有没有人 有没有办法让其他人 借由我们的好行为 借由我们的生命 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这就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去求 所以我们今天祈求 不要变成望求 我们今天向主耶稣的求 不要变成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 当我们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 没有办法去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祈求 当然不会蒙主耶稣的随听 当然不会得到主耶稣的应许 所以从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奉上一样的香 四种一样的香 第一种 我们是不是假冒为上的祷告 第二种 我们是不是缺乏了爱心 那第三种 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赐以为意 缺少了谦卑 那第四种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祷告要符合神的旨意 符合神对我们的要求 要符合基督徒的样式 那这些祷告才可以献到主耶稣的面前 才可以成为新香的祭 献到神的面前 让神来确听我们的祷告 最后我们来看到诗篇的一百世纪一篇 诗篇一百四十一篇一到二节 诗篇一百四十一篇一到二节 一节 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 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 我求告你的时候 愿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 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愿我们的祷告可以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 新香的气息可以传到神的面前 那这样子我们的祷告就必须要符合神的心意 我们的祷告不能成为一样的香 当我们的祷告成为一样的香的时候 这样子的香是没有办法拿到神的面前的 这样子的香是会被神所弃绝的 那愿主耶稣基督借由圣灵的带领 时刻的提醒我们 时刻教导我们 让我们明白如何在祷告当中 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 在祷告当中可以得到神的眷顾 今天晚上小弟的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再来唱赞美诗两百六十四首 我们再来唱赞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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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唱赞美语